收入那日子咋过呀 我感觉家里有事 他一点都不往心里去 就因为我这工作兴致嘛 月初我肯定要加班 有一天晚上我十点多回家了 就看到家里面 一进门我就要气疯了 家里面言误缭缭的 他跟几个朋友在家里面 喝着茶水玩着牌 然后孩子衣服都没脱 就在床上睡着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咱们家都到啥状况了 然后你还有这个闲心从那玩 然后他还跟我生气 就说我就是不给他面子 让他在朋友面前没面子了 他不是一般的不给面子 我感觉我的脸都丢尽了 你知道吗 那天本来他不在家嘛 正好我说那天我跟几个客户 还有我们生意上的伙伴啊 我们迫伴吃点饭喝点酒以后啊 我先到家有时候 家里更容易沟通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 更显得真诚 回家我们就是喝喝茶 玩手牌什么的 也没做什么太过分的事 他可好 回家进门以后 就给我甩脸子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上去的时候就把我的牌子 推倒了给我 你知道咱们家啥情况了 你还有这个心情呢 你就不应该把你的朋友 往家里面带 我只是偶尔带了一次 对不对 他说现在这个情况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是不是 我岳父现在病情比较稳定 就是说他虽然目前不能自理 但是他恢复 按照医生那个说法 应该恢复的应该还不错 不至于像你想象的 就因为这点事 你就给我这么闹 是不是 行我们知道了 就是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 夫妻之间可能会因为各种小事 就争起来打起来 觉得不愉快是吧 对经常吵架 还为什么事会吵啊最近 就是我觉得他特别不理解我 特别不理解我的苦心 然后自从我父亲生病以后吧 我就特别害怕家人再生病 然后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就爱抽烟喝酒 但是自从他自己出来干以后 也是家庭有一些变故以后吧 他抽烟喝酒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不想让他再抽烟喝酒了 一是你不抽烟喝酒 对你身体有好处 二是你把抽烟喝酒省下来的钱 你可以给父亲买点营养品 然后他就是不听 说我什么限制他的自由了 因为这个也各种跟我吵 我觉得他特别不理解我 说实在的 就是说一个男人抽点烟喝点酒 这很正常吗 我也不续酒 是不是 我也不是每天乘盒乘盒地抽 你说现在家里这种状况 我感觉身心都会疲惫 公司这边压力也挺大 是不是 还没步入正轨 你那边我越不有病照顾他 你再总给我闹 我没有别的排解的方法 我喝的小酒 我就是暂时能放松一下 你那都是借口 我让你戒烟戒酒 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好 这我理解 但是什么事都有个度 买条烟他给我都折了 他扔在一桶的 你过分吧 我买的酒他给我藏起来 你做的太过了你知了吗 我是为了帮你下定决心 你自己总也下定不了这决心 你还不如直接把他钱管起来 不就啥都买不了了吗 何必绝那烟还浪费呢 对吧 我已经把他钱管起来了 真管了 对 我把他的银行卡收了 因为现在我们这块 经济压力也挺大的嘛 再有主持人 你不知道他是个啥人 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 十次有九次他是花钱 然后以前还无所谓 因为我们收入还比较稳定 就现在到这种状况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钱我统一管理起来 咱们统一分配 然后因为这个 他也跟我生气 最可气的是啥呀 他还出去借钱 然后跟他大哥去借钱 然后他大嫂跟我说了 我就觉得特别生气 特别没面子 那你这不是让外人 看我笑话吗 那人家还得以为 我是啥人呢 借钱在啥呀 因为他把我的卡 都没收了嘛 你说一个男人 我每一笔钱 都找他去批 送他的药 你说他可能给我吗 我咋不给你了 购公司 他就不乐意 所以说我为了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执 所以说我就找我大哥 借点钱 这不很正常吗 这个 那你有花钱你跟我商量啊 你跟我商量 我能不给你吗 那你借钱不还是咱们得还吗 而且你那亲戚朋友 又会咋看我呀 你就现在你知道状态 我商量能给你商量通吗 挺难的 应该说妻子心里也不太好受吧 对 我也挺无分的 你一方面管着他 是不是他一方面 应该对你也横挑鼻子 竖挑眼 对对 我感觉他事可多了 我没有挑他 最近你说岳父生命住院 我觉得我也付出了很多 知道吗 我照顾我的亲生父母 我都没有用弄大的精力去照顾他 那你不是应该的吗 你不应该那么对我父亲吗 那我父亲对咱们也很好啊 是应该的 但是说你看我照顾你父亲精心力 你看他最近都是因为这些事 我吵架以后 我感觉我俩这感情 确实是受到影响了 孩子在谁管 他管得多点现在 因为我主要的经历 就是在我父亲这块 那想怎么着啊 今天来想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 还去以前的单位上班 还回到以前那种稳定的生活 要 вол哦 无粹 你 无 无